Butter 料理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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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帅啊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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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亲 无聊 conversations 婚 作曲 李宗盛 想突然刺穷不知所措 你可爱的动作 单纯就我 我早已被你复活 等到下个周末 载着鸽子单车 去看属于两人的日落 当你说你也爱我的时候 我会傻笑着接受 点亮的夜空星火 照耀了单纯轮廓 听你唱这最喜欢的情歌 你说你不需要太多复杂生活 只要简单的承诺 只有我们的角落 没人打扰的快乐 城市在我们左右转动着 风景很独特 你也一样 就让我爱你 爱到无需无可 我发现我真是高看你们了啊 老大 我又想到新对策了 这回又是什么呀 对不起 对不起 靳门靳门 你看那个是什么呀 靳门恩 你真的不肯原谅他吗 冰冰 怎么连你也帮他说话呀 我 谢谢 我要这个菜还有这个菜 你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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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要什么 要这个菜 大嫂 老大有事找你 大嫂 等一下 过去看看 走 大嫂 请 你们要干吗 大嫂 请 看了就知道了 请 好帅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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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帅啊 好帅啊 来呀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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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点子有一个有用吗 还是靠私心吧 可是 大嫂现在已经拒绝我们 连见面的机会都不改 你觉得 这对你大哥来说 算事吗 对 张静美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张静美 你再不下来我就去找你了 你到底要干吗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静美 怎么了 我不去 你不去 我就喊到你去为止 你等会 爸妈 我要去一个地方 你们放心 我马上就回来 有事给爸打电话啊 嗯 等一下 拿去 别着凉了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们早点睡 走啊 喂 你带我来这干吗 你带我来这干吗 看烟花呀 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我就要回家了 如果说 之前确实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我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原来 你也会说那三个字啊 霸道 欺骗 捉弄 你以为你说对不起 就可以当一切事情 都没有发生吗 这根本就不是在道歉 就是自己自私 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你堂堂龙家大少爷 还怕没人陪伴吗 从我出生开始 从我出生开始 我的人生就被规划好了 上哪个学校 学哪个专业 穿那件衣服 去哪个地方 和那种人交朋友 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除了鱿鱼和母鱼 其实我没什么 他能来的朋友 这样的生活无聊透了 那不是很好吗 有多少人想要拼命 努力争取的东西 你唾手可动 多少人都羡慕不来呀 羡慕 你知道那种被家人 抛弃的滋味吗 那种冰了 就像你在水里 奄奄一息的时候 家人尽在咫尺 但是碰不到你 你只能慢慢地 看他们离你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这样的生活 你真的羡慕吗 你还好吧 静北 是你的出现 让我改变了自己 让我的生活有了温度 那你也得考虑一下 别人是不是能承受得住 如果说 之前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没有伤害你的本意 静北 我 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 好 这条龙是第一次向人敞开行扉吧 现在想想 好像对他也没那么生气了 对我 走 看你道歉这么诚恳 我接受你的道歉了 谁让你帮我的 你这算什么 那你之前亲我算怎么回事 还不承认 我只是接受你的道歉 又没说要做你的女朋友 再说了 那次本来就是个意外 我希望你马上忘掉 马上 因为那是我的初吻 而且 第一次看我洗澡的人是你 第一次表白的人是你 第一次道歉的人还是你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你注定是我的女朋友 跑不了她 你还说 又开始耍无赖了 谁耍无赖了 耍无赖的人是你 我不想跟你说了 别追我了 什么意思啊 行吧 是你 好 lucy 啊 气死我了 你们两个 去给我调查一下 看是谁给我搞的恶作剧 啊 谁给我弄的 到底是谁干的 谁啊 龙上 骗我的代价 你应该很清楚吧 上次那件事 对不起 这一次 就是一个警告 如果再有类似的事 我会让你好好享受 在本城的每一天 张静美到底哪儿好了 才让你对我视而不见 她从来不会管别人 只会管好自己 懂吗 我不会就这样认输的 她既然为了张静美 对我这样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们两个 给我盯紧张静美 好 我得不到的 她也别想得到 我 谢谢 你怎么会找到环境这么好的地方 我路过过这里好几次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好喝吗 好喝吗 什么 我问你好喝吗 麻烦鬼又来了 你来做什么啊 你来做什么啊 我请没请告过你 离我女朋友远一点 谁是你的女朋友了 我说你的自大症病入膏肓了吧 我可以理解为你在嫉妒我吧 我女朋友的咖啡 我自己来买 走好不送 放手 你们俩又是在干什么 你怎么每次都向着她说话啊 你怎么每次都这么幼稚 你要是再敢私私约静美 走着瞧 我说你的霸道 也有个限度好不好 见不见静美 那是我的事 你管不着 只要是静美 就跟我有关系 不信你就试试看 这小子 不会连针了吧 这小子 不会连针了吧 知姐 学校今年的艺术节 在征召话剧志愿斋 无聊 张静美参加了导演组的报名 就凭她 花瓶而已 是 我不能就让她这么出风头 帮我报名 是 你快看 这个行 什么啊 快过来 你看这儿 你看 知姐 艺术节志愿者的名单公布了 你看 怎么样 是啊 怎么样 静美 恭喜你如愿以唱成为换季导演 也恭喜你终于进入了制片组 逃死了乱叫什么呀 竞选上导演了不起啊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竞选上导演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有些人竟然落选了 张静美 对了 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 听说剧舞组是个特别辛苦的活儿 看看你这副小身板 我觉得你还是得多吃一点 免得到时候累坏了 艺静美恭喜啊 谢谢 谢谢大家 恭喜恭喜啊 到时候我们排话剧的时候 还请大家一起来帮忙 大家一起来帮忙 好好好 一定去 一定去 谢谢大家 妈 这是海姨 伯母好 我是龙海姨 这个是给您带的礼物 有心了 家里正在大扫除 咱们就在院子里坐吧 好 海姨 坐 允儿 你先回房间去 我和海姨在这儿有话要说 妈 你先回去吧 先回去吧 这孩子 海姨啊 受我直言 你和允儿并不合适 伯母 我马上就快博士毕业了 很快也可以进入到集团工作 你是聪明人 心里明白 问题的根源不是这个 伯母 我能理解你们的担心 出身的问题 我确实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用心对待允儿 让她能够真正地幸福 允儿这孩子 就是太过单纯 有人出于什么目的来接近她 是什么动机 这一点她从来不考虑 伯母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白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以后这家业都是允儿的 如果有什么人 是冲着这个目的来接近她 我奉劝她 趁早死了这条心 伯母 您这话有点过了 我和允儿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我是龙家的继子 但是我也有作为一个 男人的尊严 有骨气是好事 如果能和实际能力相匹配 那就再好不过了 好了 我累了 好了 我累了 打扰了 不送了 海姨 你不要走 刚才我都听见了 好了 不要再哭了 只要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 那你不要走 你留下来 好吗 月儿 海姨 慢走不送 不要听她的 海姨 你留下来 留下来陪我 别听她的 放心吧 我会再想办法的 妈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肠痛不如短痛 忘了她吧 这是哪门子被我好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生存 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 这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 是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 还是挺身反抗 人世的无牙的苦难 这两种行为 哪一种 更高贵 哇 选你当艺术总监 我今天真的是没有选错 你确定你在国外 学的是建筑设计 而不是舞台表演吗 舞台表演呢 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 对了 你想好要编排的剧目了吗 想好了 猫 猫 猫 我不是一个山河的声音 不是一个山河的声音 没有一个山河的声音 没有一个山河的声音 是 是 怎么样 是不是很棒 但是啊 音乐剧呢 对演员的要求很高 你确定你能够在本城找到一个 能唱又能跳 还能完成演出的人吗 也是啊 那练马狂怎么样 那你先得找到一个 可以全裸出镜的人再说吧 那怎么办呀 对了 从杀剧里面 选一个初来演吧 经典曲目 人物和故事 都好理解 杀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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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了 那个 那个叫什么 中夏夜之梦 这可以 是 欢快 浪漫 我觉得会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对了 你其他的主要演员想好了吗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先把剧定下来 然后定下来之后我们再去找人 老大 再来一个 老大 不咋了 老大 老大 你怎么了 你明显不在状态啊 没事 对了 我那女朋友怎么样 老大 你这样说 感觉你有好多个女朋友一样 瞎说什么呀你 怎么说话呢 老大只是不习惯 她现在有女朋友而已 对了 我刚才去买水的时候 我刚才去买水的时候 看到大嫂跟金淳熙 去了餐体 金淳熙 她来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 不管她来干什么 她都休想得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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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你们先练一会儿 我先出去一下 哦 好吧 快来快来 那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知道了 你听话了 海姨 昨天的事 真的很对不起 你不要说对不起 你没有做错什么 你不生气了 那就好 我妈妈昨天说得太过分了 我好担心你会难过 伯母那样说我能理解 朕在她的立场上 那些话没错 你总为别人考虑 为什么不为自己争取呢 其实呢 我妈她就是想弃走你 她差点就成功了 海姨 你知道的 我从来都不在乎你的身份 我爱的是你这个人 我知道 只是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请原谅我 对不起 玉儿 让你担心了 海姨 你别再担心我了 现在最大压力的人是你 那我们之后该怎么办呢 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的 嗯 来 尝尝这个 快尝尝 听着很好吃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办啊 金淳淳是我邀请过来的 张静美同学 你别忘了 你是我女朋友 没有我的批准 谁让你跟她约会了 第一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 要做你的女朋友 第二 我跟她不是在约会 是在谈工作 你们能聊什么东西啊 我看你连她在做什么 你都不知道吧 她在做什么 鱿鱼 对 大嫂应聘了艺术节的 话剧导演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 吃饱了吗 我们走吧 好 我们要去排话剧了 不跟你说了 等一下 不就是剧场吗 我也要去 你去了能干什么呀 我可是不居一格的人才 我什么都能干 好啊 那你就来做导演助理吧 对 我们现在就缺一个 不居一格的人才 导演助理 导演助理是什么呀 这 不知道啊 查去 查去 许多兴演助理 想要我 那 知道吗 你还会 记得吗 我这样的人 在我 也想她 我这样的人 也想她 你也想要你 你也想她 你也想要你 你也想要你 我这样的人 我这样的人 全都是她 却没有告诉她 想说散了 可我是傻瓜 愿坏鲜花 一个人懒在不家 手上懒的发 等多久不怕 多少天 多少年 要幸福 我等她 唱说散了 可我是傻瓜 愿再多的车辆 向我暗暖 雨水在上方 等多久不怕 多少天 多少年 要幸福 我等她 我等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